眨著大眼睛 在超市的走道上穿梭 機器人並不是來幫忙購物 它們是零售業者的秘密武器 這個售長的機器人 一個小時就能掃描 15到3萬件的商品 上傳到雲端 透過人工智慧辨識 判斷哪些商品缺少需要補貨 看起來事件小事 卻是影響零售業績的超級大事 找不到商品 有兩成的消費者會轉頭就走 根據統計光是2021年 美國因為庫存不足 就造成零售商損失高達820億美元 等於一週16億美元蒸發 48%的零售業者表示 貨品短缺是他們銷售上的最大挑戰 但庫存盤點以及補貨又需要大量的人力成本 尤其在人力缺乏的大離職潮時期 這就成為讓零售商頭痛的難題 光是去年美國就有超過5000萬人 從零售產業當中離職 39%的零售業者表示 人手不足是他們經營管理當中最大的難題 這種盤點機器人就為大型連鎖超市 提供一種新的解決方案 以擁有425家分店的零售業者來看 每家分店如果每天花兩個小時 讓一名員工盤點貨物 假設員工的時機是15美元計算 就相當於460萬美元 如果使用機器人就能減少相關成本 不只是解決人力問題 這些盤點機器人還能幫忙掌握銷售的黃金密碼 機器掃描貨架再透過人工智慧分析大數據 就能掌握商品的銷售趨勢 預測進貨的數量或是調整銷售策略 雖然目前盤點庫存機器人的市場 大約是3400萬美元 但預計還在不斷成長 就有加州的新創業者 把大型的掃地機器人跟盤點功能結合 一邊清潔的過程還能一邊掃描 新創業者還在試驗結合倉儲機器人的功能 在發現貨品短缺時能自動前往貨倉 搬運商品協助電源補貨 業者預估大約5到10年之內 利用AI協助的盤點機器人 就能具備齊全的功能 而且普遍出現在各大超市 還有量販店 更有效益的解決庫存 還有捕獲的問題 有助於擴大零售商機 舉別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